念到第三遍时奇迹发生了 作者比丘尼 恒语法师 题目《大悲咒与小蜜蜂》 讲于万佛圣城大殿 2011年7月22日星期五晚 师父上人及各位善知识 今天轮到恒语上台做报告 今天的题目是叫做《大悲咒与小蜜蜂》 普门品商开始说 佛告无精益菩萨 善男子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 文士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及时观其音声 即得解脱 那上人也说 我们要诚心地持诵《大悲咒与愣言咒》 《大悲咒》能处一切病 所谓《大悲大咒通地天》 你念《大悲咒》 天堂那儿也有记录 地狱那儿也有记录 你念得越多 越有灵感 可是要持之以恒 不要今日莲花 明天牡丹 你不能专一 你若专一 所谓专一则零 分歧则臂 下面开始讲这个故事 去年我们庆祝地造王菩萨的圣诞 是在9月5号2010年 法会过后 大家很卖力地在工作 清洁厨房大斋堂 做了一整天的工作 大家洗碗了 或者是做资源回收啊 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 那其他人做完就回了 剩下几位在那边继续做善后的工作 突然间我看到一个 穿得很华丽的一个女众出现了 她虽然穿着高跟鞋 可是那个高跟鞋 好像令她走起来很辛苦的样子 因为她走起路来是一拐一拐的 好像举步为奸的样子 很痛苦 当她走进来的时候 虽然很痛苦 仍然尽她的力量来问厨房的人 她哪里可以找到那些药草 可以治她脚的疼 我忘记那个草 是不是叫车前草什么的 她为什么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呢 因为她的脚踝受伤了 为什么呢 被蜜蜂钉到了 她说她要找一些药草来治她的脚 为什么她来呢 因为当功德部的人 看她的脚被蜜蜂钉到很痛苦 就告诉她说 你可以到厨房去找法师 找老法师拿那个药草 可以治你那个脚的病 即便被蜜蜂钉到也可以治好 所以她就来找这个药 老法师很慈悲 虽然她自己的脚也很疼 但是她也仍然拖着那个疼的脚和另外一位法师到厨房外面去找药草给这位女众 但是等了一会儿 她们还没有回来 我发现那个女众等得有点不耐烦 很紧张的样子 因为她实在很疼 我就静悄悄地走到她面前说 你会不会念大悲咒啊 她说 我会啊 我就跟她静静地说 既然你在那边等药来治你的病 你为什么不现在我们一起来念大悲咒呢 所以我们先三问训 大家都知道 在大斋堂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 还有观世音菩萨 我们就在他们面前三问训 然后坐下来 为什么坐下来 因为她脚疼嘛 然后在那边开始 就合起掌来 先念三声 纳摩观世音菩萨 就开始念大悲咒了 你猜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开始的时候 这个女众她实在很疼 大家都知道被蜜蜂盯到 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那么她自己用她的手去按着 并且按摩那个受伤的地方 企图用这样的方式 来减低她的痛苦 那么她一方面做她那个动作 另一方面 她是非常的专心 非常的虔诚 在念大悲咒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当我们在念这个大悲咒 到第三遍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有一些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你猜发生什么事情 突然间 她把她那个紧紧 按着她脚踝的手松开了 看起来非常的惊讶 很不可思议的告诉我说 她的痛苦没有了 这个时候 她的先生出现了 看起来非常的担忧 就拖着她的太太说 赶快去看医生吧 但是 她的太太说 不需要了 好了 可是她好像没听到一样 好像不太相信这个事实 那个时候 那两位法师也出现了 把这个药草交给她 她很感谢的说 我可能不需要了 但是她们还是把那个药草 塞到她的手上 她们也不会相信 也不相信 她会好得这么快 所谓 专一则灵 分歧则毙 因为这位女众 她在痛苦当中 她很虔诚地念咒 所以她就得到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她就好了 所以 观世音菩萨 是非常有灵感的 有人称这儿 也就是万佛城 为美国的普陀山 所以 万事万物都在说法 小蜜蜂 也在说小蜜蜂的话 正如六祖谭经所说的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弥菩提 恰如求兔角 为什么有那个蜜蜂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那个时候 在大殿的附近 有一个蜜蜂窝 你会看到 一些蜜蜂 在那边飞来飞去 如果你不小心碰到它们 你就会被它们盯到了 有人告诉我说 它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它不小心碰到这些蜜蜂 闯进它们的区域 但是当时 幸好它能够专心 虔诚地 一起念大悲咒 那个蜜蜂 不但不会去盯它 不会去攻击它 反而很友善地 在此周遭飞来飞去 我也很同意它这个讲法 因为过去我有个经验 并且曾经在 关于法会的时候 把我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过 我也相信 当我们很虔诚地念 大悲咒的时候 连那些动物 虫啊 蜂之类 也会感受到我们的慈悲 从我们内心 所发出的那种慈悲 那大悲咒呢 可以把我们的 当然是我们很虔诚地去念 就在那一刹那 化我们的三毒 参神痴 变成三无漏学 变成戒定会 只要在那刹那 我们里面的毒 可以去除了 那外面的毒 也不会再害我们了 所以啊 我们不是要讲 滤化吗 如果能够真正地 把大悲咒 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就是真正地 滤化周遭 还有我们的内心 那也是真正地 发挥大悲咒的精神 随喜功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